一大犀牛隊的楊童尼克 這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這個昨天應該說禮拜五 禮拜五原本兩隊要進行的比賽 沒有進行 尼克他在禮拜五的前一天 對Lamigo的比賽當中 他當時投了一個頸部以上的出身球 K到了忠誠用 然後當然按照這個規則 訴求又是頸部以上的出身球 他就要被勒力退場 結果尼克他隔一天 先跑去跟領隊道歉 然後又再跑去跟總教練道歉 然後說他那天不小心 這一球失控 讓整個投手調度有點大亂 然後跑去跟領隊還有跟總教練道歉 也很少看到洋將有這樣子 跑去跟總教練跟領隊道歉 那領隊還跟他說 這是一個意外 不要太自責不要太在意 對他當然也擔心這個 頭部出身球 除了被勒令退場之外 會不會球團也要讓他離開 所以先去道歉 他完全不了解我們有這個特別規則 對 尼克應該也放心啦 831過了 離開沒有辦法過 831他說不定他也不了解了 說真的 他就是要把球投好而已 對 因為以往很少看到洋將跑去跟總教練還有領隊道歉說 我這個觸身球有點讓這個投手調度大亂這樣的情形 對他大概 他怕的是這個整個規則 他有哪些地方不懂 不要因為這個觸身球你叫我走 我們現在可以從而言 很有過 中國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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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國人